那当然前提我们还是需要知道 一个流程图的画法 首先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叫功能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就是说 在这张交互功能流程图里面 大致上 它经常使用的快速图形 快速图形就是常用的图形 只有两种 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 基本流程图 各位流程图里面是不是有程序 有决策 有开始结束 相对的 我们在交互功能流程图这边 我们多了 涌道 这个涌道我觉得翻的就不是很好 那个channel 这个就叫一个涌道 这就叫一个涌道 就是你做完好像感觉就是 好像有很多条 那个游泳的那个涌道 不过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说 这边你到时候可能会写的是什么功能 等一下我就要问你了哦 还有这属于什么单位 我们都可以再加文字进去 那我们就先来看 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程序 第一件事绝对是程序 不管你日后画任何流程图 第一件事绝对是程序 为什么要说三遍呢 因为它真的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 点选 把程序拉进来 拉进来 你去看哦 一定是拉到第一个吧 第一个 因为我现在我们都锁定 锁定就是物件放置的位置 好 放开 第三 就是你跟我放置的 不管是谁画出来的 都是在同样的位置 这是第一个固定的位置 那接下来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画的 如果是程序 可以由左到右 可是如果是决策 一定要由上到下 好 所以决策 决策是不是从这个地方 先移到这个程序事件里面 然后往下移动到这个地方 放开 它就自动帮我放到第二个涌道 好 那接下来就请你先做到这个地方